这些年捷运改变了 你发现了吗 我是高中生也是捷运族 我最近发现车下列广告长得不一样了 我是广告营运经历也是捷运族 我发现车站多人不同心态的广告方式 我是职业妇女也是捷运族 Metro Caller可以买到面包及熟食 让我下班搭捷运的时候 还可以买到晚餐的备料 还能顺便逛逛 我是小资上班族也是捷运族 发现地下街的商店变多了 而且都很平价也很好逛 我是上班族从事电商产业也是捷运族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发现捷运站有提供合租的办公室空间 让我还是能够与同事一起上班讨论 我是自由工作者也是捷运族 卫运周边合作的商店很多 最近喜欢到路易莎旗舰店 边喝咖啡边工作 我是健身教练也是捷运族 我常住在北投会馆 那边有健身房餐厅以及住宿 让我训练的同时又能够休息放松 台北捷运二十多年来 商业多元发展 只为成为更美好的生活伙伴 台北捷运持续改变 你看得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